阿姨你现在去哪里 去里塞哥做工 阿姨你每天早上都是大概几点过去 8点多 减职什么都做也是什么的我也做 也是帮帮忙没有人我就帮帮忙 开门关门叫花 我们叫外面的花还要 外面有种树 他们实际有种树 我们也有种树 我在这边做工 马来西亚冰城的引起老人院 希望老人人多多运动进步 2017年与慈激合作 在院里建设环保站 目前为止 每天大约有十多位 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长者 风雨不改地来环保站报导 他们也觉得对老人员 不是说只是住在这边 只是吃 住 睡觉 他们还是有一点贡献 策划这个环保站 不单给我们的老人家 有精神寄托 因为他们来这边做工 比较不会胡思乱想 你说这个环保志工的感觉怎么样 开心 朋友有朋友都讲话 有时候这边也开开玩笑 欢喜受 欢喜做 我们不用教他们的 他们自动的 再老也能当志工 这位94岁阿嬷 步履蹒跚 依然天天坚持 以菜篮车当助力 到环保站帮忙 学校的时候我就来到现在了 不知道多久我忘记了 好像我吃饱了 我自己有空我就来这些 好像温顿温顿等等 多多多少都没有关系嘛 直接每天一天过一天 感觉很好 我很喜欢做 大爱新闻 林美方李佩馨 杜永耀 马来西亚采访报道